这个赛季不是新增了防御塔对英雄的保护机制吗 所以孙策二级满血月塔强杀 这是不可能的了 于是我们需要卖个破绽 一技能砸兵不要A 等橘子上来 连人带兵一血 这哥以前呀 橘子掉点血 我直接二级就月塔把他杀了 但现在是不行了啊 不过这橘子明显是个新手啊 不回塔下啊 那他就肯定得死 拿下 不过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橘子竟然还敢出来呀 想必曾经他也是个经常月塔 揍别人的勇士 孙策一定要普攻啊 追上去 2A 2 哎呀 1 哎呀没A到 不过问题不大 这波打出了他的闪现 那等我升到四级 就可以直接开船 创色路纳 这个防御塔的保护机制 终于过了呀 我终于可以月塔了 一技能的军训 2A 2 哎呀你那眼睛的又闪现 撕雪了不要慌 大招马上就好了 囚禁还追我 我告诉你 囚禁你就是个哥哥 你太卑鄙了 不过我说实话 这个橘子 他出了抵杠鞋和经纪护手之后 孙策再想杀他就很费劲了 因为他大招毕竟还有个续航 另外张良这是做了什么事 第一次看到这么恶毒的辱骂 哎这不是橘子吗 这边我点一技能的时候被晕了 我以为一技能放出去了 奶奶的直接放了个晕血 不过问题不大 带走橘子 我一个剪辑直接来到下路 哎怎么加罗汉跟来了 别慌 等孙命的抬起效果结束 二技能也好了 直接拿下 开这个苍穹是防止橘子啊 但是那个橘子把他给卖了 连队友都卖 只能说这个橘子 还是一如既往的 等他队友死了 他又回来了 这干什么这是 拿下 哎这个张良还酸我 你记住了张良 来对抗路 指定没有你 好过这屎啊 老粉丝都知道 我的打法是只要弄赢 我是完全不在乎个人战绩的 就像这边 中路兵线过去了 三个小脆皮精线 我拖着迪人杰 接约约他 我扛他最少换两个 哎 不迪人杰呢 我队友呢 咱哪 我处理了 我处理了 他在打呀他 他在打呀他 怎么还把人给我关门外了 张良我给你没完 你给我等着 我给你没完 你等着我 打张良这种太监 不是 张良这种英雄 要么抓单 要么偷袭 就像这波 偷袭 嗨 配合高剑离 先顺表加罗 再带做张良 我说过了张良 没有你好果之吃 这张良问怎么样才能赢 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 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 你把大招给中央周有奇效 我知道这很让人难以置信 但这就是我异于常人的游戏理解 此刻张良肯定还在猛逼 为什么要把大招给中央周呢 我已经开始揍露娜了 你说他恩我干什么 这波我们都开始推水晶了 至于那个露娜 她肯定会过来清兵了 对吧 我直接对着兵线一能接云选 我擦露娜你会不会玩 这露娜青铜的意识 完全跟不上我王子的欲胖呀 我还是先溜吧 我这露娜 开始撤退 不要慌啊 我们发现一个落单的战梁 托上队友直接去冲 我刚才说过了 打战梁要么偷袭 要么抓单 你看两个人打战梁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次冲水晶 我学聪明了呀 等露娜先上 然后我再放这个晕眩 配合队友拿下 这把终究还是大拘已定 对面只成一个家罗了 看我的开机档球 直接冲泉水拿下 很多人都想保平分 但我觉得那样太拘谨了 唯有快乐放松 才能让你连射 你们说也没有道理